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几蜜吐出了云丹 看明白自己喜欢旭凤的真心 第二是旭凤是无情无爱的魔尊 几蜜不心冒险去魔戒 追着旭凤抱歉告白 但是旭凤却故意当着旭凤的面 和随和打情骂俏 旭凤伤心欲绝 她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当面犯下的错 于是在瑞玉和旭凤大战的时候 用肉身阻止杀戮 旭凤魂飞魄散 原神四落 其中一点原神化作了旭凤的一滴类 但是因为魔尊没有情爱 所以旭凤不会流泪 也就永远拼凑不出来旭凤的真身 网友纷纷表示 这个设定旭凤是永远也找不到旭凤了 你期待旭凤和旭凤一起发糖吗 欢迎留言评论 分享你的关键感受 感谢观看